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逼清道不得不用其他选手上阵 明川连番使用同一伎俩 将谷即使知道可能是假的也不得不跟着往前补位 完全陷入被动局面 监督也终于给出了指示 只要有一人上壘 就马上把将谷换下来 考虑到将谷的体力透支问题 最重要的是 监督也不想继续让将谷的缺点完全暴露在对手面前 监督让泽春准备随时上场 在投手不足的情况下 泽春虽然比将谷还要不稳定 但是在贪宝无法出赛的情况下 留给监督的选项也不多 好在后面还有穿上 监督深信着打者们在后场肯定能得分 应该说 也只能这样相信着了 将谷撑到了二出局 眼看再一个好球就能结束这局的时候 将谷还是投出了四坏球 已经到极限了 监督如约换上泽春 此举不仅让外人感到意外 更是让青道本身在关赛的队员感到压抑 将谷不甘心 不想就这样退场 认为自己还可以继续投下去 其他成员也不忘给他安慰和鼓励 只有欲信残酷地道出了事实 在投球逐渐不受控制的情况下 将谷再继续投下去也只会给队伍带来更多的问题 还是赶紧回棚里休息吧 话说至此 也轮不到将谷不想退场了 把球交接给杰春 在走下场的那一刻 将谷终于说出了泪死了这三个字 感觉反而像是松了一口气 即使在炎热的天气和无法得分的情况下 将谷依然撑到了第四局 并把分数控制在两分 这份心意和倔强已经充分传达给其他成员 接下来 就看泽春怎么延续下去了 明川高中见将谷终于退场 刚上来的又是一年级的泽春 青道在无法得分的情况下依然不派出王牌 顺德想法确实命中了 王牌并不会在这场比赛上场 加上泽春的投球看起来并不怎么犀利 明川顿时气势汹汹 想着忍了这么多局 终于可以好好回棒了 只要把这个投手都攻略下来的话 距离胜利还会远吗 作为第一次在异军正式比赛中上场的折出难免有些紧张 在玉兴的提醒下 才没忘了牵制一垒抛着 不料一下子就把球投得过高 隐看就要越过一垒防守了 幸好有惊无险 一上场就差点闹出了大事 连同队都看不下去了 第一球 玉兴给出了内角四奉献直球的指示 也就是昨天晚上泽春往监督胸前投出的那颗球 监督也是因为这样才认定泽春有上场的资格 无论面对的是谁 都能够无畏前进的泽春 因为过人的胆量而获得了这次机会 明川打者信心满满 打算第一球就要挥棒 不过在见识了泽春的投球后马上就发觉不对劲 难以捉摸的放球点让他错过了挥棒时机 加上怪僻球的组合 从旁人看来再简单不过的投球 却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打出按打 最后明川在第四局上半以三雷手接杀结束了攻击回合 则春的投球给队伍带来了信心和趋势 一个出局 迎来了青道的攻击回合 第27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们有什么电影要介绍给沙尼 或者纯粹想聊天的朋友们都可以加我的line哦 我们下集再见